他問說蝦類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A選項 他說同元素的同位素 因子子素相同,化學性質相同 這個對呀 什麼是同位素? 同位素它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元素在周期表上面是同一個位置 在周期表同一個位置 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原子序是一樣的 那原子序一樣的話 那麼它外面的電子素 中性電子 外面電子素也會一樣 那這樣的話 它的化學性就會一樣 所謂同位素就是說 它在周期表上是同一個位置 但是它的質量素不一樣 那這個我們稱為同位素 同位素的話 它的化學性質是一樣的 那紫子素 紫子素就是原子序 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對的 那再來我們看看這個理想像 同元素的同位素 原子核內的質量素相同 電子素不同 這個錯了 質量素不同 那電子素是相同的 因為中性原子 它電子素跟直子素一樣 也就是說跟原子序一樣 所以這個V是錯的 我們看C選項 在自然界中 U235及U238為 U原素的主要同位素 這個對 但U235僅佔極少數 這個也對啦 就是說U238的話是最多 U238的話大概是佔什麼呢 佔那個同位素裡面的 99.2739 這個很多啦 大概是佔那個同位素裡面的99% U235 只佔多少呢 只佔大概是0.7% 還有少數的什麼呢 少數的U234 234 234更少 所以最主要的話呢 是U238 所以C這個選項是對的 再來看看這個D選項 那像這種的話都可以在什麼呢 在Google上面找 在那個維基 這個維基百科上面就可以找到 這樣看D 在原子核的表示符號中 原子核的表示符號就是A 這是原子的那個名稱 這個D的話呢 是原子序 M4質樣數 其原子內中子數 是M的減進 這個對 我們曉得這個原子核裡面 它是由子子 跟中子所組成的 質量數的話就是 子子數加中子數的數目 那這個原子序的話 就是子子數的數目 所以你質量數減掉原子序 減掉子子數的話 就等於什麼呢 等於中子數 所以這是對的 D選項是對的 我們看E選項 E選項 E選項 他說這個原子核的表示符號 其原子內子子子數 與中子數的總和 為M字去錯 子子數跟中子數的總和 就是這一個 質量數 所以這一題 應該選多少呢 應該選AC D